金牌大間諜 可不就是手術服嗎 是的 手術服有什麼借規呢 借規就是 我出嘴 你動手 刀子 刀子 剪刀 叉子 這是叉子啊 這幹嘛用的 搞半天你不是動手術 吃螃蟹用的 對 但你不知道 根據我這次的調查 我臥底在好多醫院 你知道有 非常多的主導醫生 他們在手術室的前後 他們有一些禁忌 跟鬼犯要遵守 比如說 像是有一些醫生 他喜歡在樹前喝咖啡 樹後喝可樂 而我就為了效法他們 我決定我在進去之前 吃螃蟹 存飽 有這種事 是啊 聽起來手術室應該不是只有消毒藥水的味道 可能還有一些神秘到一般人是無法理解的境界 今天 手術室到底有什麼秘辛 有什麼你不知道的地方 今天一次來搞個清楚 來 手術室調查情報 走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分享 手術室秘辛的金牌癲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歡迎各位仔細來到金牌大間諜 今天邀請到了這些 可以說見過大風大浪 各種血腥場面的醫護人員 手術室各位一定很好奇 因為那裡面就有醫生 病人 還有護士 沒有別人 還有一些儀器 充滿了滴滴答答 電流聲 一個地方非常非常的明亮 這麼一個小小的抖式當中 它發生了很多讓人非常害怕 但又期待的事情 因為我們期待它 躺得進去可以走得出來 應該 是吧 但是不是每個手術都保證一定成功 不是 來 印象最深刻的手術經驗 其實我在民國79年的時候 那時候在服兵役 我在服兵役的時候 我在松山機場當一個獄官 預備軍官 有一次我們就馬祖外海 有漁民 被我們的國軍子彈打傷了 那時候會造成兩岸之間關係很緊張 所以我們馬上就要用直升機 救難直升機 直接飛到馬祖外海 把病患接回台灣來救治 可是在直升機上面突然 病患的血壓就掉了 呼吸就快沒有 我們這就要當機力斷 可能打到要害 直升機我們是晚上出去 出去救回來的 那是在還是會晃動的 可是我們要馬上做決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馬上就聽他的呼吸 發現他呼吸很小聲幾乎沒有 所以懷疑是氣胸 當時你是醫官 我是醫官 少衛醫官 你是醫官 我是有醫師執照 我可以執行醫療 OK的 然後馬上就直接拿刀片 直接在胸部 在直升機上就開刀 劃一個傷口 直接放一根管子到肺部去 直升機上 對 直升機上 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經驗 好危險 你放進去之後那個氣盲出來 一些血水流出來之後 病人的血壓就上來了 呼吸就有了 順利的把他接回到台灣來 送到三種去做進一步的治療 如果你沒有那個動作 他會怎麼樣 會死亡的 血壓都已經掉了 沒有呼吸 一個人腦部缺氧 不超過五分鐘 超過五分鐘 即使救回來也是沒有用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的確是非常適合做外科 可是 可是如果你做了 然後沒有救回來呢 會怎麼樣 那就是你的判斷錯誤 或者他的狀況 你在直升機上 你也沒辦法救回來 但是他很幸運 我也很幸運 我們做了正確的決定 把他救回來 其實大家想說我們急診室 又不是外科 你有動過刀嗎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急診室 真的會讓我們用 動刀的情形都已經是非常危急 像我自己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他30歲而已 一個30歲的年輕人 他在下菸部長了一顆腫瘤 他逃避這件事情兩年 他到兩年終於鼓起容易去做檢查 後來發現是一個下菸癌 就在一個剛好在他的咽喉部這樣 怎麼來的 就腫瘤 他就慢慢越來越大顆 他本身其實 就是細胞病變 不是因為其他的什麼吃冰糧混臟 他其實也吃冰糧又喝酒 而且也非常的熊 對 那他後來檢查出來 在家裡跟他在討論 未來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那正在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 停止所有的動作 然後呼吸窘破出現之後 就倒下去了 然後他就發現他已經沒有生命真相 沒有呼吸心跳 忽然自喜了 所以就趕快打119 那還好他家住在我們醫院附近 很快就送到我們醫院來 那一看 糟糕 而且很明顯外觀就一顆腫瘤在這邊 所以讓他扳不太開 因為我們通常除了急救要幫他CPR以外 我們也要幫他建立呼吸道 就是需要幫他插管 讓他也有辦法有呼吸的那個 有空氣進出 對 那他根本就是沒辦法放這個管子 那你如果單純只是幫他做CPR 其實他還是沒有辦法通氣 我就問他太太說 如果要救你先生我要拿刀子 把他的氣管給切開放管子 那他太太慌了 當下是崩潰大哭 而且他跟我說一個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 他們才正要討論要治療而已 所以我當下就把他太太隔離之後 我拿刀片把他氣管切開 切開因為腫瘤在這邊 當場就大噴血 可是你當你切開的那一剎那 你聽到有噴氣的聲音 他本來來急救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剝形的 是一直線的那個心率 我一切開之後 其實你就看到他那個已經是 雖然還沒有脈搏 可是已經有心率了 所以當下 我開始幫他找那個洞 因為他已經不是正常的解剖構造了 我還印象深刻是 我還用抽攤管 先去探到那個洞之後 再沿著那個抽攤管 把氣管插管硬放進去 之後我們幫他擠了幾下 那個蘇醒球之後 那個先生開始有生命真相 學校也回來了 後來他還張開眼睛 而且還回復醫師 我們那時候還會問他說 你認得你太太嗎 認得你眨眨眼 他還跟我們眨眼 所以他後來 就是因為做了這個動作 救了命之後 他有完整的接受治療 當下真的是覺得滿有意義 就至少讓他 那一當下的生命又挽回 不然就像我們許醫師說的 我們腦部缺氧 你如果不趕快 讓他有同氣 有循環 其實就算你把他的生命真相救回來 他也不會清醒 怎麼兩個故事而已 真的聽到頸子都頸起來了 我有刀片 來 有感覺了喔 今天手術 大家聽到手術這兩次都會有距離 都有某種程度的懼怕 今天我們讓你們把這個神秘面紗拿掉 之前那時候有一個30歲的女性 她那時候來 她大概 她一開始先住院的時候是安胎 安胎因為那時候寶寶還沒有逐月 所以我們評估說媽媽還需要安胎 安了大概一個多禮拜後 媽媽就開始 寶寶逐月了 媽媽就有開始陣痛 媽媽就想說她想自然生 於是就讓媽媽自然的生 但是媽媽產生拖了非常非常的久 當然媽媽那時候前前後來 生了30幾個小時 但是媽媽後來到最後 終於快要生 所以我們就推進產房 準備要生 生的過程就是媽媽一直用力 到後來媽媽已經整個體力快要透支了 好不然寶寶生出來之後 寶寶也是還滿大隻的 然後生完出道 然後開始準備要生胎反 突然發現媽媽怎麼開始很累 媽媽就開始有一點沒有什麼回應了 然後開始在按摩子宮 虛脫了 對 然後發現子宮位置不太對 後來就看一下胎反 它其實算是我們產科的急診 它就是 等於是整個子宮原則上是長這樣子 它整個是翻出來 用下了 子宮會翻出來 對 當然一部分 有一部分原因是可能是我們 我們接生的人 但是因為這個媽媽 是因為她之前按胎藥 她會讓子宮放得很鬆 還有就是因為她寶寶也比較大 因為媽媽已經生到沒有力氣 所以她子宮根本就沒有在收縮 所以媽媽是用噴血的 血子這樣一直流 一直流 因為自然產以後 我們通常在搶時間 因為在上我們就是盡快 生完趕快縫起來 因為只要大聲掉 縫起來之後 其實血自然就會直 但是因為她的子宮不收縮 所以她完全就是一直在流血 完全像就是開水龍頭 一直流 一直流 然後這種通常的處理方式呢 就是 就一隻手直接頂回去 把誰頂回去 子宮 把子宮 就是直接子宮在這裡 就是頂回去肚子 往肚子的方向硬頂住 理論上你頂住 然後子宮如果她正常的收縮的話 她應該會慢慢慢慢回味 但是因為這個媽媽 已經完全沒有力氣了 她的子宮也完全沒有收縮 就是頂不回去 試了兩三次完全不行 趕快去打電話給開刀房 說不行 趕快擠診刀 趕快推進去 背血 因為媽媽那時候大概 吃全餐這個 對 後來媽媽就是 因為血流不止 然後那時候她就趕快推開刀房 肚子劃開 趕快直接推去子宮捧出來 直接子宮打 子宮收縮劑 然後固定扶著 然後手下去按摩 讓子宮趕快收縮 就是後來這個媽媽 其實吃血量大概有一千多吧 就是一直流血 後來媽媽有去住家貨病房 但後來媽媽狀況都很好 然後媽媽那時候其實說 她大概生到後面 寶寶出來 她說她只有印象看到寶寶 後來她完全都沒有記憶 因為她說她整個就是攤掉了 因為生的產生太久了 30個小時是怎麼拖的 媽媽是第一胎 所以產生通常第一胎 會拖得比較久 然後因為媽媽就是 媽媽說她想要自然產 所以我們就試 那原則上如果說破水 24小時內沒有生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保護 但是因為媽媽那時候 大概還沒有到24小時 因為前面陣痛也是算在裡面 所以媽媽就說她要拚拚看 她要拚拚看 她說不要肚子挨一刀 好偉大 為什麼打誤後 沒有 因為我們會評估 因為那時候她其實 前面的時候媽媽 那時候不太適合打 因為我們評估因為媽媽又安胎 我們想說胖會影響寶寶 因為其實安胎有個原則 原則上我們會看 你如果說你開著 假如說你才開一指兩指 我們一定不 通常不會給你打 原則是因為我們打了安胎 你的產層會拉長 拉長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變數 所以有些人其實 打了無痛之後這樣 所以有時候吃全餐 是因為打了無痛 真的假的 你拉長的過程 最怕就吃全餐 對啊 對不對 武兄知道了吧 全餐妳知道嗎 我知道 武兄的表情很好吃 妳不會吃嗎 我怎麼問一下 冷靜 來 武兄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上次身材的經驗 身材 我還沒身 不能講 沒有 沒有 來 妳當時身材的感覺 誰 妳有打無痛 我那時候就打無痛 妳有沒有打無痛 沒有 妳也打無痛 給我老婆打無痛 作為一個有擔當的父親 妳給老婆打無痛 妳親的字 對啊 他就是痛到不行 那個時候 你痛到不行才打 你就是人 對 我都騙他 譬如說不是個指數嗎 120 130 我都跟他說70而已 70而已 真的假的 你很憂心 我是非常沒有痛感的 把小孩給生完 我正常在開梁子先監測 因為我是先落紅 然後公說是規律的 然後我就到了醫院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因為晚上有颱風 他說要不然這樣 你趕快打一打 要不然痛到之後 你就會開始咬起來 你的脊椎又沒辦法打 他就說那這樣你先打 然後我先去做房台準備 然後我再回來幫你送她 對 你又要用醫生 對 然後就說好 所以我就開始就是 晚上那天就做好 我就打了無痛之後 我就真的完全沒有痛感 我就叫我的家人買牛排 買薯條 我就這樣躺著在那邊吃 我後來一走進來想說 蛤 這是孕婦要生小孩的樣子嗎 怎麼很像在度假你知道嗎 後來帶到7點多醫生回來 他就問我說開梁子 然後護士一看 好像只開到三子還是四子 就是產層變長了 因為醫生就問我講說 趕快打吹聲 因為他晚上就 幫我打吹聲 麻醉縫雙眼皮 卻像滿清十大酷刑 幫我打一個睡眠的麻醉 到一半的時候 我看到醫生了 然後看到醫生 那個線 他在 麻醉好像也退了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想說 你只剩下最後一針 你要不要忍一下 醫生會問我講說 趕快打吹聲 因為他晚上就 就是台風又還這樣回不了家 對 幫我打吹聲 這個醫生 雖然人在手術室 但是他跟著社會一起脈動 對 因為台風又滿 與時俱進 對 打吹聲下去 就是從天堂掉到地獄 可是我完全沒有 真的 我打了吹聲之後 果然羊水就破裂 就啵的一聲 就開始流很多那個羊水 羊水之後就脫去產房 到了產房 醫生就說快點用力 我說不用力 通常是被推去產房 表示坐輪椅進去 醫生叫我用力 我說怎麼用力 他說就像嗯嗯一樣 我說可是我完全不會痛 他說那怎麼辦呢 沒有 醫生很奇怪 最後急著回家傳源的 副產科醫師 我們很感動好不好 很感動 最後我的小寶寶 是護士用推的方式 把它推出來的 因為我真的是完全不痛 我到連生完 人家問我說生小孩有多痛 我真的講不出來 我是完全沒有痛感 對 很心虛 那妳超適合生小孩 超適合生小孩 真的嗎 妳最心虛的妳 而且我那個麻醉針 我沒有壓第二次 我就打了那一次之後 我再也沒有壓過 他說如果妳還會痛的話 妳會再壓一次 妳會痛的時候自己壓 對 然後我沒有再壓第二次 妳好適合生小孩 一直到生出來 所以我就是 很適合生小孩 我們多生幾條 我們多生幾條 跟她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剖腹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剖腹會完全無感 可是我覺得我的剖腹 我的心臟很有感覺 真的嗎 那我從我就是 那是麻醉下得不夠絕吧 因為太緊張了 麻醉一打下去的那一瞬間 妳就完全下半身沒有感覺了 可是妳有感覺有人在抬妳 就是有人在把妳的兩隻腳 抬到手術台上 有人在把妳的腳翻開 就是妳的感覺是這種 但是妳沒有觸感 妳有痛覺 我就心想說 我怎麼還沒有昏過去 我應該是要看不到妳們了 但我眼睛都張開了 我就好可怕 妳並沒有想睡覺 半身麻醉 我就說 醫生這樣是正常的嗎 我覺得我還看得到妳們 我聽得到妳們聲音 就感覺我的腳在動 他說是正常的 我們不會全身麻醉 就是妳 現在這樣就是已經有了 他說那妳下半身有感覺嗎 我說沒有 沒有感覺 他說那就可以了 後來他開手 醫生就兩隻手進來 進來就是開始 今天幾分 嚇到就開始嚇 嚇到說妳還是有感覺 這癢癢的 癢癢的 什麼叫癢癢的 什麼叫癢癢的 就是癢癢 就是他這樣子滑過去的那個感覺 妳有感覺到 有東西滑的感覺 可是不會痛 對 不會痛 但是妳可以感覺到 是有東西這樣子滑過去的 對 我印象很深刻是 就是小孩最後拉出來的時候 他一樣有推的動作 一樣有上來壓的這個動作 我心想怎麼會 因為妳不能用力 妳沒辦法用力 對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剖腹產一樣有壓 然後一樣的寶寶吹出來 然後他還會在旁邊講說 來喔 現在我們會有一點壓迫 寶寶要出來了 我們用力三呼吸 我就說 什麼 就是一樣有自然產的這個聲音 可是明明就是剖腹產 然後最後就出來之後 他就 我就看他倒起來 然後也是在拍打他 然後我就余光看得到 最後他就抱來旁邊 稍微給我看一下 說我們會稍微整理一下 再給你看 包好之後呢 他拿過來之後 他就說 這寶寶幾顆 就是幾顆啊 怎麼樣 天啊 我小孩長得好醜 就是就皺皺的這樣 就第一次 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們現在要讓妳睡覺 我心想什麼 妳現在才要讓我睡 不是剛剛就應該要讓我睡覺了嗎 他為什麼不讓他直接就睡了就好了 半身麻醉是這樣 因為妳全身麻醉寶寶會吸到 所以我們都半身麻醉 到寶寶抱出來以後 我們才會給媽媽睡 所以妳寶寶會吸到 寶寶會吸到 會啊 因為我們血液 對 然後我就是 他半身他吸不到 他不會進血液 他是從半身 局部我們是從骨盆下以下麻醉 所以他以下都不能 而且麻醉是麻醉你的痛覺而已 所以還是我的知覺 所以整個過程 因為我們中間我們其實化開 我們會有就是稍微把 因為皮膚有點彈性 我們會拉開一點點 然後再把毛包出來 而且妳的恐懼都在 妳的恐懼感是不會隨著妳打麻醉 我了解妳的恐懼 但是我不是佛部 妳的卵床拿掉 我是開膝蓋 那時候也是打半身麻醉 打了之後 其實雖然是醫生 恐懼感都還是在 妳那個很慌張的感覺 真的是 其實最大的高潮是在於 所以我 下半個沒有知覺的時候 妳只要有人搬妳的大腿 這是真的 因為非常的 妳就會覺得那個牽扯 人家在抬妳的大腿 還是有 還是被移動的 這還是有的 之後就放尿管 剛剛他們講到這個 我想到我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三年前 我有去 就是那時候 因為眼睛就是會 久了 它會有點鬆弛 然後如果你 貼雙眼皮比較久了 會過敏 所以我朋友就建議我說 我跟你講那個很快 現在是那種 縫三個點 就 馬上就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去 我本來是想用一隻眼睛 可是醫生堅持一定要一對 要一起弄 才會 才會跑看 平均的 對 她跟我說 她會幫我打一個睡眠的 一個麻醉 然後再局部的 我就想說好 我就睡了 可是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 我慢慢的 張開眼睛就看到 我看到醫生 對 我看到那個線 它在 揉我 它在揉我的眼睛 然後那當下我就想說 我發現我好像可以講話 我就說 醫生 我醒來了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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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說 你醒來了 我跟你講快好了 快好了 她說你應該只是睡眠的 麻醉退了 但是你局部的還在 我說真的嗎 然後她後來又嚇了 一針下 超痛 然後我痛到我不敢動 然後也不敢呼吸 我就跟她講說 可是我覺得會痛了耶 我覺得我麻醉好像也退了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講說 但是妳只剩下最後一針 妳要不要忍一下 還講 最後一針 最後一針 我真的是邊掉眼淚 然後呢 它就是這樣縫下去 又縫上來 然後護士掛來把我的手壓住 因為她怕我亂動 我那時候也不敢動 我一直講說 可惡可惡 妳在幫我補嗎 沒有 她說 但是妳現在如果再補的話 妳好了 然後睡一陣子 所以就乾脆就忍一下 好可怕 超可怕的 後來她好了之後 我就一直就眼睛很腫 一直在掉眼淚 我就真的好痛好可怕 後來呢 護士掛過來跟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 劑量真的不小心算錯 下的不夠 劑量下的不夠 八成式 外科醫師說一下 整形外科醫師可能有話要說了 我們在做雙眼皮手術的時候 因為眼睛它是一個動態的東西 會需要眼神 所以像雙眼皮的手術 我們最終還是需要病人醒來 睜眼 閉眼 讓我們看 那個線條順不順 或眼神歐不OK 那之前打睡眠麻醉 最主要應該是說 讓妳在打局部麻醉的時候 不會那麼不舒服 那每個人的麻醉退的情形 其實跟本身的體質 非常非常的有關係 像我之前就是幫患者動手術 有些人大部分都可以 麻醉藥 局部麻醉藥大概都會 撐個三到四個小時左右 有些患者呢 尤其特別是酒量超級好 就是補藥吃很多的 它代謝很快 就是手術還沒結束 它就會痛了這樣子 那原則上其實局部麻醉 它也只是麻 讓妳對痛覺的感覺降低 妳其實都聽得到 也可以說話 然後都很正常 基本上要局部麻醉的 我都會建議 如果沒有任何狀況下 先吃個止痛藥 半個小時來之後 你大概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 你的止痛藥吃了 有發作一些作用的時候 你對疼痛感有降低 再加上局部麻醉要打的時候 你就比較舒服了 還有就是我們邊在開雙眼皮 像我們現在淨化了 我們現在淨化之後 邊開會先把你冰敷 冰鎮以後你第一個 直血止痛 開起來又漂亮又自然 你也不會感覺痛覺那麼敏感 再來我們可以放一些 柔美的音樂跟你聊聊天 其實局部麻醉的病人 我們比跟全身麻醉病人 我們在場的手術的護理人員 會更麻 因為我們必須安撫 有空間恐懼症的 有焦慮的 有解離的 我們就是要應付這些 而且連局部麻醉的時候 因為患者都是清醒的 像選音樂 聽音樂也要特別選過 像我們平常在動一些 美容的手術的時候 像我自己就是有一些禁忌的歌 就是在歌單裡面 絕對不能出現 跟就是Leona的有一首歌叫 她中間有一段就是 繼續流血 然後就一直在止血 我們的醫生就跟他不一樣 我們的醫生都叫我們每次子民 局部麻醉的歌就是要唱 你就要喝奶 是嗎 是 我都這樣 對 她每次都跟我說 你就要喝奶 你就有湯匙 你就要喝奶 沒辦法 你不能做全身麻醉 所以就要你就要喝奶 我覺得我們急診是要的方式 整形外科的賴醫師 妳剛剛是分享了她的麻醉經驗 對不對 這是醫美的麻醉經驗 但是妳有很難忘的動刀經驗嗎 我們整形外科除了醫美之外 還有做重建 我本身非常的特殊 有剛好遇到了之前 八一高雄大氣爆那一次 然後那一次來就是 急診大量傷患 進來的很多都是焦掉的 黑掉的 受傷的 除了燒燙傷之外 合併一些就是爆炸的威力 譬如說骨折 粉碎性骨折 然後開放性傷口這樣子 我們怎麼最近剛好來節目 都會聊到這個 高雄上那一次的氣爆 所以他們那個衝擊力量 除了就是燒燙傷之外 就還有很多合併症這樣子 那其實讓我一個印象非常深刻 是一個中年的男子 就是他全身燒燙傷 那進來手術室之後呢 清完窗之後他需要補皮 那其他身相就是已經連頭皮啦腳底 然後會全部都是受傷的皮膚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就是 可以移植了這樣子 那我們評估過他那個整個受傷的下肢 就是也保不住了 就是也要截肢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是 就很遺憾 但是還是要讓家屬知道這個狀況 為了讓他存活必須要做的 對 所以還是請他的就是太太進來這樣子 那太太聽完我們的解釋之後呢 就是就也不像一般的家屬說 就說不行啦 你一定要保住他的腳 不然他就他就默默的滴下眼淚就說 我願意把我身上的皮膚全部捐給我先生 那截肢的部分的話 醫師看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其實那時候 心裡其實也還蠻難受的 因為為了要讓他能夠就是繼續存活下來 截肢必定是要做的 那這個太太呢讓我最深刻印象最最最最深刻的呢 是他離開手術室的時候呢 聽完要解釋 他只流了淚 然後出去的時候跟我們生生的一舉功 然後後續他的小孩子呢 還畫了一幅畫 就是畫面中有彩虹 有爸爸 有媽媽這樣子 對 媽媽 妹妹 爸爸 妹妹 阿嬤 阿公 阿公喔 對 阿公 阿公 唉 聽到好難過 對啊 難過喔 這是煉獄 人間煉獄 對 那整個地方高雄出現了一個像地獄的地方 對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對不對 來 外科徐醫師 我們一般外科應該算是 大概是所有外科系裡面應該算是急診到最多的啦 對 算是密集度最高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在 在淡水某 醫學中心當組織醫師第二年的時候遇到一個經驗 對 那是這樣 這個病人他已經躺在這個 所謂病房裡面的一個特殊觀察室 那 身上有插著一個鼻尾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鼻尾管一直有冒鮮血出來 一直借到一個袋子裡面去 這樣 鼻尾管就是說我們從鼻子插到我們胃內 那親血的地方從哪來的 大概就是胃或者是蛇耳之腸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管子上面已經有 一直有鮮血冒出來 那個 下面借的那個飲流袋幾乎都是滿的 我們去看他的血壓大概就只有六七十 然後心跳大概一百三 那我們大概 一般醫生大概就是心理油譜 應該是一個低血溶性的一個修科 但特殊的就是說一般這種病人 他通常都是意識非常的清醒 看起來人也好好的 只是看起來有一點點蒼白 那媽媽在旁邊 因為這個小朋友只有十八歲 那 才十八歲 才十八歲 那大概就是說診斷 因為是收在內科 內科已經做過一次胃鏡 一般這種胃出血 大概會先做胃鏡做止血 那 那胃鏡如果非流掉 失敗之後 他大概就會會外科 說需不需要用手術的方式去幫他止血 我們就跟家屬講說 這個大概需要緊急的手術 因為這個再流血不止的話 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當然 那重點就是說 一般這種病人比較麻煩 就是說 病人都很清醒 一般這種病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他點多會覺得有一點點虛弱 冒個冷汗這樣子 那通常病人跟媽媽 家屬本身都沒有什麼病逝感 所以 這個時候醫生的壓力就非常的大 我們剛才跟他解釋說 這個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他搞不清楚 那 這個病人讓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病人送到 那個手術室的時候 麻醉醫師麻完之後 我們鋪完單之後 在打肌肉充實劑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 心臟就停止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一般我們麻醉完之後呢 血管會擴張 那 他可能本來已經流血很多了 這個時候可能心臟裡面的血變得很少 突然間就整個就 就沒有心跳了 然後就心事戰動 然後突然就沒有心跳 血壓也幾乎量不到 我們刀都還沒開始化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CPR了 然後就開始電擊 那這樣急救的過程大概 五到十分鐘之後 來 玻璃精片刺上眼 眼睜睜看縫合手術 玻璃精片就刺上去 看得出來嗎 我右眼浮了快二十針 他把你的眼皮這樣夾著 打麻醉 打麻醉之後你就看到 那一根針就從那邊走掉 出不去了 出不進去 我們高度還已經開始化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CPR了 然後就開始電擊 那這樣急救的過程 大概五到十分鐘之後 欸 心跳真的回來了 本來那個時候本來要聯絡家屬說 可能會 可能沒有辦法這樣 欸 心跳回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大家面面相去 之後刀子趕快劃下去 趕快就把肚子打開 把這個胃剖開 那一剖開之後 裡面就大冒的血嘛 因為裡面都是血嘛 整個胃都很鼓 那你要把一些血塊 趕快把它清掉 用那個抽吸 把它這個血塊清掉 你找它出血的地方 這裡就看到那個十二指腸動脈 那邊有一個很深的潰瘍 已經潰瘍到那個十二指腸動脈 然後大噴血 你把那個血塊一清掉這個血 直接噴出來 然後馬上就看到我們的那個 口罩跟那個眼鏡這樣子 那 但是一個血腰還一直在掉 所以這個時候很緊急 你就只能叫 趕快叫疏血 一直背血 一直背血 一直狂疏血這樣子 然後一直灌水 那我們醫生大概就只能趕快 這時候看到初血點 馬上就拿一個針下去把它縫起來 欸 血就止了 慢慢血腰 心跳血腰就回來了 後來這個病人就活了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 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些 要整個化開 那他就不能吃東西 因為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哪邊出血 所以你只能去找 所以一般你要把味整個化開 然後去找他噴血的地方 那短時間他就不能吃東西了 對 大概有一個禮拜不能吃東西 你要等這個我們 為火開的地方 他整個都修復好 修復好才可以進食 那可以喝水嗎 也不能喝水 我們會打點滴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會走水路 走水路 全靜脈 外科醫師跟我們急診真的是 最常合作的一個科別 我們可以為了救一個病患 我曾經遇過一個三十幾歲的 也是車禍 那他車禍非常的嚴重 一來到急診室的時候 血癌已經幾乎快兩不到了 那當時我們幫他做了掃摩的時候 發現他有大量的 就是腦出血 然後他的 肝脂都破裂 肚子裡面內出血 骨盆薑也破裂 裡面也都出血這樣 當時因為有腹水 血壓非常的糟糕 所以那時候也是 匯整了一般外科醫師 這個狀況也太糟了吧 對 他還年輕 還年輕 所以我們決定平平看 所以那時候 還有血壓的時候 我們趕快啟動了 所有的外科醫師 我們當時包含了 腦神經外科 心血管外科 還有一般外科 骨科 因為骨盆薑也破裂 甚至放射口都準備了 如果我們把肚子裡面的血止住了 再去做血管攝影去酸塞 他是被火車撞的是 卡車 卡車 結果我們要去送刀的前一刻 他呼吸行道也停止了 所以我們 我還永遠記得 那時候我跨在他身上 把他CPR 然後我們一路推廠到 手術室裡面 你就看到所有的外科醫師 坐在那邊等你 一般外科會先化刀 然後心血管外科也等著要開胸 因為他真的是 身體上你能想到的器官全部受傷 我們就是為了救一條命 後來救回來 後來他生病身上有回來 不過因為他有點缺氧 所以最後沒有完全清醒 剛剛那個 先講那個 他不是說開眼睛嗎 我是在17 18歲的時候騎摩托車 然後那個時候一剝離晶片 就刺上去 看得出來嗎 我右眼縫了快20針 你說縫算好 在這裡 對 眼線的正下方 還有一條線 其實你這縫得很好 你這不講這我不知道 對 那個醫生 我運氣超好的 我進去的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我明天要去花蓮了 你運氣很好 是外面一般的外科診所這樣 每天要去花蓮 對 他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剛剛不是說 他是縫到一半醒過來 我從頭到尾都醒 然後那個針呢 我怎麼 你從頭到尾都醒的 然後他把你的眼皮這樣夾著 然後打麻醉 打完麻醉之後你就看到 那一根針就從那邊進去 出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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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打麻藥 但是他因為 因為等於是那個有沒有 氣球 你在吹氣球的氣球 嘴不是會有一圈嗎 對 就是眼睛這一圈裂開了 這一圈已經沒有連在你的眼睫下 下眼睫上面了 所以他幫你縫回去的時候 他就只能把你這個夾著 然後你就一直看著那根針 這樣進去 剛剛衛醫師不是說他的膝蓋開 然後我是手 手有個叫周撞骨的地方 骨折 然後這個也是困擾很久 周撞骨什麼意思 他長得像龍舟 我們頑骨有好幾塊 那周撞骨比較特別 他受傷你如果沒有處理 他裡面血管有可能會壞死 那個骨頭會壞掉 對 大概都是這樣子撞進去受傷 你做伏地挺身就痛 你只要吃力要推的時候就痛 然後後來找了 你這怎麼痛怎麼來的咧 之前一個車禍 很大的車禍 然後做了很多檢查 都不知道這邊有發生事情 然後因為出外景 會拿東西推東西幹嘛的 後來發現一直在痛 去跑了兩個很大的醫院 最後才X光照到某個角度 他是斷掉的 對 然後醫生就幫我 先是前面就打鋼丁麻醉手 弄好之後 我就這樣包著石膏 出了外景 出了三個月 然後四個月 然後等到醫生又照X光說 好了可以開刀 我想說那應該跟前面一樣 都沒感覺對不對 結果跟衛醫師一樣 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就只有局部麻醉 他就躺在那邊 他就把手綁著 然後接下來就感覺到 有刀子劃開 接下來你就覺得自己是水管 他就拿片子在那邊夾 咔嚓咔嚓 劃過骨頭上面要去夾那個釘子 然後好像夾不到有沒有 又拿個東西在那邊嚼 然後鑽 這個口頭又不見了 好恐怖 對 然後最後還聞到那個電燒的味道 啊 燒焦的味道 全套的耶 對 全套的 然後最後拔出來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一個東西這樣 要從那個骨頭拉出來 這個真的是讓我覺得 半夜作惡夢都會醒過來 沒有 因為你如果這個手術是可以局部做的 我們就不用承受全身麻醉的風險 像我覺得還有一個最恐怖的地方 我那時候不是說我是打了那個局部麻醉 所以整個過程我都是清醒的 那最痛重頭戲是要下刀之前 我們要放尿管 要放尿管 因為你那邊都是要無菌的 所以你如果你沒有知覺 你也沒辦法控制你的大小便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尿管 那在放尿管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個醫師開的 然後護理師幫你放尿管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那個笑容 我永遠不知道他那個笑容的解讀是什麼 旁邊還有一個護身 我當場真的是屈辱的眼淚 對 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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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今天嗎 我留下了屈辱的眼淚 我們今天除了請到了動刀的醫師呢 還有人家首席跟刀護理師 來 跟我們分享一個印象 妳跟我幾年了 身為護理界的林志玲 這是秘密 好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跟刀的過程中 最難忘的一次 來 其實我應該有兩段經驗 我先跟大家分享是第一段 是我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 填的志願我不是在開刀房 我是希望能夠到急診 然後很多學生畢業的第一志願 一定是急診加護病房 就是重症單位 第一志願 為什麼 就是護理人員覺得那是最崇高的地方 急重症 對 這是我們的夢想 我事多是不是 結果那時候 一開始都這樣 但是妳知道 所以呢 人就是要隨緣 於是呢 就誤打誤撞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被分配到開刀房 分配到開刀房的時候 剛開始還不太很熟 我還記得我們醫生 我們幫醫生戴完手套 戴了左手 醫生伸出右手 所以我每次都跟學妹說 學妹也不用擔心 學姐做的蠢事並且還多 我們有一支器械 就是直血錢 就是Piam Piam 它是一個直血錢 另外一支比它小一點 叫Mosquito 就像蚊子這樣 那我們有一個很有禮貌的醫師 都會前面加一個Police 但是對一個菜鳥來講 他要一個Piam Please 我就問學姐 學姐Please是哪一支 然後找到眼淚快飆出來的時候 學姐才說 學妹請拿Mosquito懂嗎 就是她剛進去開刀房 你會很害怕 因為我們一盤裡面就有 好來 Mosquito 對 這個就叫Mosquito 它的蚊子 它不是剪刀 它是直血錢或是一個小匣子 它前面長得像蚊子的那個 大一點的也比較漂亮 或者有的叫Kenny也有 Kenny Kerry 這叫Mosquito 所以叫蚊子 蚊子 可是呢就在手套戴完一半 然後就是像這樣子在經歷當中 我們就覺得還Smooth的 結果突然就聽到一個幾集電話 那空台LEADER就會說 來了它絕疾刀 我們所謂的絕疾刀 是30分鐘內一定要馬上接 那時候我們 絕疾刀喔 絕疾 我們普通刀就是你是安排的 這個你痛那你痛 然後下個禮拜 臨時的 臨時荒亂的叫絕疾 荒亂的像它那種跌倒的 或那個就叫做急診刀 那我們現在是立刻要開 有生命危險 30分鐘內 我不管你們開到房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要衝上去 像它剛剛講的氣切 像它講的那個 像它那個子宮內斑等等 我們就是怕的就是這種絕疾刀 可是對一個菜鳥來講 什麼叫絕疾 就跟大家一樣 絕疾 怎樣 還在那裡想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 衝進來 那個房間你都還不知道幹嘛 他就說 學妹你也要去隔壁 我就趕快衝去隔壁 幹嘛 不知道我還站在那裡發呆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 一個很英勇的醫師 他就懷裡抱著一個9歲的小孩 就抱在身上 血一直滲 一直滲 另外後面有一個急診的醫師 他沒有換衣服 我還傻傻說 他怎麼沒換衣服 學 學姐當然會罵說閉嘴 是 就趕快站在旁邊 什麼事也不敢動 那時候就看到就是 麻醉醫師 麻醉護士 醫生抱著那個病人在懷裡 一直不敢動他 不敢離開 旁邊的醫師就趕快 幫那隻手在洗 洗完之後 我們就趕快做截肢的手術 把它接回去 是斷掉的手接回去 那個手術一共開了30幾個小時 我第一次受到 30幾個小時 性情案情超展開 讓人頭皮發麻 出爬子這樣勾著他 送到緊急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一側 整個那個爬子在上面 結果 警察問說誰對你嚇得毒手 他就 斷掉的手接回去 那個手術一共開了30幾個小時 我第一次受到 30幾個小時 因為他整個手術斷掉 他9歲的小孩比較皮 家裡有那個輸送袋 那他只是要開玩笑 然後就是可能沒有站好 就手這樣過去 就被那個皮帶這樣一甩出去 這邊就斷掉了 那家人就趕快把那隻手抱過來 然後這邊就一直噴 那因為病人已經又休課又什麼 所以根本沒有考慮的時間 所以就馬上送上來 這隻手是急診醫師抱上來 那因為他會出血 那用手壓不好壓 我們那位英勇的醫師 直接就沒有考慮 就直接用他的胸口這樣把它壓住 還好他是9歲 就趕快這樣抱著就衝上來 那時候讓我感受到 就是說醫療團隊跟開刀房 我雖然誤打誤撞進了開刀房 可是卻讓我永生難忘 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是說 我有那個心臟可以在這裡嗎 結果 我沒有想到過沒多久 我留下來了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的場合講過 可是那一台刀讓我感受到醫療 就像我剛剛講說 其實我在醫療界待了 到這個月剛好滿30年 那一台刀是我最感動的刀 它是一個女生 在一個草叢堆裡面爬出來 他是用爬的 他的生命力非常的堅強 他爬出來 爬的當中 他嚇到了旁邊報警的路人 因為他有看過那個豬扒子嗎 那個豬扒子這樣勾著他 送到緊急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一側 整個那個爬子在上面 這時候發現他身上的 陰道處還有一根棍子 棍子 對 這時候我們又是緊急刀 送到開刀房 然後我們就出動了眼科 腦神經 心臟 因為他直通 還有肝也破了 胃也破了 然後呢整個就是直通到 就是擦心臟的那一公分 那根桿子 我們所有的醫生輪方上陣 然後接著婦產科也來了 做縫合 然後他到家戶病房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他應該會走了 可是他生命力非常的堅強 九天後 一個天天來看他的叔叔 小叔 一直在鼓勵他 我們好感動 我覺得 這九天他都有意識 對 而且他這個小叔天天來 我們覺得比他先生還要照顧他 非常的感動 結果 警察問說誰對你下的毒手 他就比小叔 案子就這樣破 小叔性侵他 可是因為怕被他 就去告 報警 所以就把他讓他草叢 用鐵趴子把他弄 結果沒想到他沒死 但是他一直認為他會死 結果沒想到 醫療就是這麼強 生命就是盧德強 所以我感受到這個力量以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其實有一次好幾次 我被叫的時候我都會說 我這麼回去被摳回去 我曾經在吃飯 開了三個小時這樣 可是被摳回去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也許我參與了這件事情 我可以讓一個生命重建 這是 我覺得看他好像偉大的地方在這裡 後來他活了 他活了 但是他一個眼睛是受傷的 然後臉有點歪險 上帝不能給你的 有人破壞了給你 整形刻把他救回來了 那我們的外科醫師把他縫回來了 婦產科醫師把他弄回來了 他小叔後來神志醫閥了 對 有 因為還有做筆錄 可是他聲音不能講話 他小叔是每天來看他 他可以隨時下手 因為在家務病房 家務病不好吃 但是我們就是 其實我覺得是 其實是有一個護士 家務病房護士滿敏感的 他說 他覺得他來那個 那個女生的心跳不一樣 他有感覺很強 這是戲劇情節 提供給我們手術室急診 急診的另外一種不同的畫面 對於手術室 對我們很多人來講 是很敬畏的 因為他很有距離 他很神秘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任何一個動刀的畫面 大家都是眉頭一皺 再有很多雪噴 眼睛一眨 就覺得這些東西這麼血淋淋 這麼一個人命關天的一個地方 他是個生死門啊 手術室進去能不能活得出來 出來之後還可以活多久 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家屬只能在門口等 然後只能拜託 對 開刀 手術室 我們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 可以有什麼樣的提醒 好 其實健保制度呢 讓整個醫界其實很挫折 因為覺得整個疫病關係 會造成很緊張 但是這一集節目裡面 你可以看到 所有在從事醫療工作的醫護人員 其實他們是很有心 很努力的在做這份工作 他們是因為熱愛這工作 所以才一直留在醫界 那同樣的 現在醫療環境也非常友善 在那種手術當中會疼痛各方面 其實都一直在改善當中 其實一般人員 不要對醫護人員或者醫療環境 產生一些有壓力或挫折 其實我們都在努力 你們也要需要努力 我們一起讓整個台灣的醫療環境 更好 更美好 有想跟其實 來 我現在正在線上的醫護人員 其實人都習慣把一些負面能量 給放大 你自己閉上眼睛仔細思考 其實來了100個病人 裡面有99個是感謝我們的 也許有一個這麼跟你不對盤 可是事實上你去多想讓你幫助的99個人 你心裡其實就不會那麼有負面的能量 對 今天透過我們節目的內容跟分享 我們希望大家對手術士會更大的了解 也看到醫護人員辛苦的一面 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 對醫護人員多一點的關懷跟體諒 讓我們的醫護關係會變得更好 好嗎 感謝你們今天收看 不要讓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99到10點 中間綜合台36頻道 準時收看金牌大間諜 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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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